中国继续东突厥斯坦的童话政策 根据中国人民广播电台报道 由天山制片场拍摄的 以所谓民族团结一家亲为主题的电影 昆仑兄弟 先后在北京和乌鲁木齐举行首映 中国和东突厥斯坦的所有人 被要求观看这部电影 电影昆仑兄弟 以东突厥斯坦开展的 所谓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为背景 讲述因一块仪式的珍贵玉石 在南疆结队任性的干部徐坤和一个维吾尔家庭的敬礼 中国的所谓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 一直受到关注和批评 中国一方面用这样的影片来宣传民族团结 欺骗国际舆论 另一方面 在东突厥斯坦非法拘押数百万维吾尔和其他穆斯林 在东突厥斯坦一名宗教学者死于酷刑 据《突厥斯坦时报》报道 喀尔有影响力的宗教学者之一苏莱曼·托和提 于2017年10月被中国警察带走 他被指控为宗教极端思想和参加恐怖主义组织 并在被关押的监狱中遭受酷刑和杀害 他的100多名亲戚也遭到任意逮捕 目前住在土耳其的亲人证实了上述情况 86岁的苏莱曼·托和提 曾是喀尘大勤政司的姨妈木 她必胜之力于宗教教育 深受人民的喜爱 她的死不仅是为了维吾尔人 也是为了对突厥和伊斯兰世界的损失 第十二届国际学生聚会介绍了维吾尔文化 第十二届国际学生聚会 由国际学生协会联合会 与奥纳图利亚通讯社共同举办 作为全球传播合作伙伴 东突厥斯坦信贷运动代表 出席了在伊斯坦布尔 伊斯库的阿尔德举行的学生聚会 他们在活动上发言并介绍了维吾尔文化 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论坛 在中国首都北京开幕 来自近40个国家的代表参加峰会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论坛开幕式上致辞 会与各参与国代表推荐一带一路项目 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便利化 另一方面 东突厥斯坦地区被称为 一带一路项目最重要的战略地区之一 在美国圣迪亚哥在犹太人预约节的最后一天 一座犹太教堂附近发生枪击案 造成多人受伤 警方已经逮捕了一名嫌疑人 上周日斯里兰卡基督徒举行的复活节礼仪期间 发生了连环爆炸 有253人在恐怖袭击中丧生